久等了 梁公公 皇上跟所向聊什么军国大事呢 这聊了一整天了 肚子都饿变了 皇上口谕 皇上说站着听 谢皇上 这本书是朕睡前常读的 高大人是宝学素儒 由你注音标出字意 朕在宫里等着 高相 注完了没有啊 皇上等着回旨呢 你倒是翻哪 臣 实不得扬门 皇上说 高士奇若这本书在实的 那还真的让朕佩服 要不然 只是个小贼而已 皇上说 你不认得也不难为你 皇上今晚要看的书是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不用麻烦小太监 在大厅吧 要有金豆子 可以交给梁九宫 皇上说 今晚要批复福建几个道的圈 小太监有罪遣返 请高大人另寻门路 铲刺大探 皇上还说 高士奇 是个书生 事无巨系都要管 就有点像 诸葛武侯了 早晚 鞠躬尽瘁 累死了 我大清朝 也未必有个阿斗 请他来保 皇上说 高大人回家歇着吧 读读前后初识表 皇上说他 齐色不酷 不输满洲武士 学问一道 能诗词 会书画 惊天文明地理 便八音之律 通种种一语 几何之术登风造极 自测黄白二道 就是一礼 也不赐予你高大人 主子若不是皇帝 你比得过他吗 好 他对不起 好 好 账 好 有了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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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